特别声明,唐大叔今天想用手机上的MOMENT 智能手机的Wi-Angle Lens,一个广角镜头 所以平时用的防抖的东西 这东西一套弄上去太重了,用不了 所以今天是用手持的,可能会抖一点 如果是这次效果不好 那以后就拿来拍照片为主了 就不能拍视频了 好吧,如果是比较晃的 大家就是忍耐忍耐吧 谢谢大家的理解 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白身门玩唐大叔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非常有意思的一台自由光 到底说的是哪一台呢 首先前脸对吧 三弯斯拉Grill 吉普的标准的七个小孔 代表呢,被喜欢的七大洲 所以呢,在侧面看呢,这个自由光 Cherokee吧,和所有都不一样 它是故意弯的,所以它喊得很大声 如果你要小切诺基呢,去看指南者 老子是这个自由光,或者叫Cherokee 一个运动版呢,还是非常朴实的 从这个小轮胎就可以看出来 17寸的轮毂,这么一个全地形的小轮胎 看上去没什么滑翘 可能更多的是性价比的定位 所以很多东西呢,咱们也不要过于挑剔 但是呢,说到性价比呢 它能力啊,或者一些其他东西也不打折的 接下来唐大叔呢,会一一说 刚刚说了轮毂,说了前脸 那侧面的profile呢,还是很多流线的 对吧 旁边写的Cherokee 非常流线的过来 往上提一点点 那当然这是四驱模式,四驱版的 然后呢,这个轮子上面这一块呢 你看还是有非常高的 有一定的这种高度 可以我们叫articulation 就是纵向的这种可以动一动 而且呢,一直用的都是这种塑胶的这种感觉的 像木马人一样,或者大切一样 因为它是有一定,可以说消耗品吧 但是刮一刮也不会太过于心疼 那这后面呢,写着Sport 所以呢,运动版其实还是偏城市 但是呢,这个选了四驱 这台是四乘四 在旁边那里 四乘四 所以呢,它是两个都比较坚固一点 那后面呢,是单排气管的设计 那因为是2.4的引擎 非常朴实,非常熟悉的一个切诺机 是他们的天线 首先我们来先过一下这个简单过一下这种标配的东西 它也电窗电锁都有了,对吧 窗户 调窗户的 然后锁,电窗电锁都有了 接下来呢 很实用的蓝牙 蓝牙,还有语音 voice recognition 英文好的可以用,唐大叔说的 像唐大叔用烂英文呢 最多是find the nearest christ a dealership 这种东西用一用 那接下来coast control 非常实用的,对吧 出去玩的时候 长度旅行把它打开定好速就可以走了 这个比较适用 那接下来前后都有雨刷 这都是标准的 当然了 咱们是吉普嘛 since 1941 颜色上面呢 大家知道这种金色在大切上用了很多了 cherokee也是用了这种红色吧 红色和黑色主色调 还有小stitching 过来以后呢 这边是个五寸的 五寸的这么一个触屏的 对吧 可以听radio 这下面呢 有非常多种方式 可以去 可以去听 对吧 可以SD 可以用USB 可以插线 旁边呢 有个钥匙 钥匙标示的意思就是 车子点火的时候就会有电通过来了 还有一些小东西 使用的compass 智能针出去玩的时候 这里有些设定的 没有特别复杂 这里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可以放这里 有人放眼镜 有人放什么东西 盖住了呢 可以挡起来 别人就看不到 那这一个镜子呢 它就没有这个 如果有个点的话 就是晚上后面有大灯照着你的时候呢 这个镜子会自己变暗 那我们就old school 这是唐大叔以前的车的这种拨上去的 没所谓 咱要的就是不需要 这里呢 还可以放太阳眼镜的 好 空调 对吧 机铺里面有一些越野定位 明显的像木马尔这些空调 就不是标配了 包括patriot爱国者都不是标配了 当然这个是配的不宜了 对吧 配的不宜就不宜呗 咱们就没 天窗没有就没有呗 导火影像就没有呗 营物小点就小点呗 没关系 重点是这个对吧 唯一选项的东西 哎不容易啊 嗯 呃 Active Drive 1 那有三种模式 主要的运动 雪天 泥沙 平时呢是放在auto的 对吧 放到auto他就自己决定平时是两驱 该四驱用的时候他就会用 那Active Drive 1这就是 那2呢 Active Drive 2呢 上面会有更多一些东西 最主要呢 它有个硬件啊 就是低速四驱 可以选低速四驱下下坡的这种定速的这些东西 最主要低速四驱以后呢 爬石头啊 或者一些越野的时候就好用 所以这样一台车啊 可以勤越也可以用用 但它不是说啊 更多的这种专业 爬石头啊 或者低速四驱这种硬件就没有 那这样是非常好的一个乘四驱就可以了 平时两驱的也不费油 比这个一般的AWD又更好一点 对吧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电子的刹车的还是比较高端一点 对吧 配的九速变速 自由光的话呢 它有两个这个引擎的选择 那这一台呢 很很难得的搭的是2.4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3.2的V6 这2.4呢 就四缸的 剩下标配的东西里面呢 就有一些 这个唐大叔一边想一边说吧 首先四个叠刹 这个很好 对吧 然后呢 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呢 他那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有前安全气囊 当然是驾驶位和副驾驶了 还有腿部的安全气囊 膝盖吧 我们叫 所以这里面前面就有两个了 再来呢 侧面有 侧面有之后呢 凳子上也有 我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标志 这里能看到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SUV了 对吧 有一些是没有膝盖这个气囊 对吧 有一些没有椅子 只有侧面 所以这样子呢 也数一数一多了很多 后面也是侧面和座位上的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没关系 知道就可以了 门打开以后呢 这个门打开的角度还是不错的 已经接近90度了 大概80几度 Sport嘛 咱们朴实的运动版 咱们就是布椅 但是布椅呢 也不是很那个 看上去还是对吧 黑色的一圈里面配的这种灰色的 insert 有一些线的感觉 前面的座位呢 我觉得身高如果不是太高的话 应该已经输出度不错了 所以咱们大概看看后面这个 嗯 唐大叔1米73 哦 非常不错 如果是几个小伙伴的话 坐着里面四个人应该非常舒服 毕竟是SUV对吧 虽然个头小点 还是比小车坐起来舒服 所以 当然要看在哪里对吧 像在奔哥华这种地方 很多机会可以去游山玩水的 还是比较适合SUV的 看看小SUV还是不错 坐得比较舒服 然后空间比较大 说到空间呢 咱们也顺便看看后尾箱这一部分 那个吉普标志的正下方这里呢 手一台 啊对吧 还是非常多空间的 配了小脚垫 咱们还没放上去 那这边呢 可以放一些东西 像一些伞或者长一点东西呢 下面可以放在这 如果放伞的话 这里就可以防水嘛 对吧 还蛮深的 好深哦 那右边呢 也有个小脚 可以放点小东西 也蛮深的 都是可以防水 对吧 备用胎在哪呢 哦在这里 好吧 临时短程度用一下的备用胎 上面呢 这里可以很有创意的用很多 你不用管它放工具 还是放什么 出去玩的时候 真的 我觉得如果有一些这种收纳达人 可以很有创意的用很多东西 可就对 但是上面的话 真的还是说那句话 小SUV对吧 比车就实用的真的很多了 这一个trunk space 非常不错 如果有朋友来 或者出去旅行 爸妈来了 去接人的时候 放几个大箱子 还是没问题 嗯 Good 当然呢 如果想要放很多东西的时候呢 旁边是可以把 这个中排的位置 给放倒的 对吧 哦 这里有个扳手 旁边也可以 顺便也看到呢 有这两个BBC Anchor 就是可以最多放三个儿童座椅 作为一个城市SUV来讲呢 是非常 是非常实用的 对吧 这个大小 可以再看一看 哦 Good 这个其他值得提的标配 我觉得也 刚刚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过来了 蓝牙出屏的 这个小荧幕可以听歌的 什么大天窗啊 到后雷达影像 这些东西咱就没有了 这个 或者是什么盲点监控啊 或者是 到后镜加热这些东西啊 椅子加热 咱都没有 但是呢 没关系 这台车的定位是很非常清楚的 刚刚我刚刚故意强调一下标配里面这种安全性 它有安全性了 然后九速变速 这个应该是同级里面 这个 对吧 你这变速度越多 对优化 还有动力各方面是有帮助的 而且咱们用了 应该是三四年 有两次大的这个优化过 所以现在呢 这个九速也是很成熟 虽然是一个base的sport 但它也有九速变速 你到上面再贵的这个自由光也是这个九速变速 所以性价比还是体现出了 我发现这也是克莱斯勒或者吉普的一个风格 它喜欢基本的东西 就是基本的model train level吧 它就给你一样东西 像木马人也是啊 引擎都一样的 东西都一样的 像这个也是 所以很核心东西也给你了 而且这种实用的蓝牙呀 这种巡航系统也都有了 而且这个安全性 我觉得特别强调 也是这样子 不要担心说 像我们留学生啊 或者是一开始 小家庭两个人 一两个人这样子 去开一个车 我为了经济上的考虑 我就放弃一些 但是什么都能放弃 安全性不能 对吧 所以叠杀一大堆的安全气囊 刚刚唐大叔说的 还是比较实惠的 当然了 说来说去 这台车买的还是性价比 但是这个今天介绍这车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唯一选项是四驱 剩下都标配的 也通过这个呢 给大家看的 这个也知道 这个车 所谓我们中国叫裸车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子 对吧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 自由光Sport Cherokee 搭配2.4升四缸引擎和九速变速的 是一个4x4的四驱